各位,昨天提到 孟元超和林無相在市宮池裡 欣賞的對聯 孟元超就說 無相,你再看看這副 看你喜不喜歡 《殉舍跡,指江北沽城,盛水殘山, 尚流得風中勁草, 藏衣官,有淮南淘土,冰心鐵骨, 好伴取領上梅花》 林無相的大讚說 不錯,這副對聯,夾聚夾矣, 有史實,有感情,又有議論,文彩也好 江北孤城,淮南淘土, 真是適合了始可發死守揚州的史實 風中勁草,領上梅花是讚重品格的 大丈夫,富貴不能飲,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這就是勁草梅花的風格 做人是應該做風中勁草,搖雪梅花 這副對聯,比那些只是讚揚史可發 對君主忠心好得多了 他們倆本來還想再看下去 突然之間聽見遠處有腳步聲 馬元超就說,我們來了半天 終於又來了 就算不是我同道中人 也都是一些有膽量的人 誰知道這幾個人沒有進門口 只是聽見他們拍了兩下手掌 接著又聽見兩下手掌聲 馬元超就皺了眉頭 他小小聲說 這幾個人大概是甚麼江湖人物 在這裡秘密見面 林無商說 既然這樣,我們還是快點走 不要讓他們撞見 馬元超說 透盔人物的秘密 當然是江湖大忌 但如果是同道中人 也不算失之交臂 話又未了,腳步聲已經停了 兩邊的人好像已經匯合了 其中一個人還啪啪聲大笑起來 另一個人就一尾在乾笑 好,孟元超一聽他嚇了一跳 他心想 這兩個人的笑聲為甚麼這麼熟 他心念一動 只見林無商,臉色都變了 他馬上小小聲說 一個是忠神龍,一個是謀宗陀麗 孟元超當機立斷地說 他們現在在外面的叢林裡 我們快點從喉門出去,聽他們說甚麼 於是兩人放輕腳步 經過死可發的衣冠寵 就走上山坡了 林無商說 我進去看看 你在這裡躲起來 我如果讓他們發現,你再出來 好,那你不要走那麼遠 我知道了 林無商找了一棵枝葉繁密的苦蟲 然後上了樹頂 他向著有聲音那邊看過去 只見忠神龍和兩個人 正走過去謀宗陀那邊 跟謀宗陀一齊那個人 竟然是御林軍的副統領石朝基 忠神龍乾笑幾聲之後 他就說 嘿嘿嘿嘿 謀宗陀,我以為你眼裡已經沒有我這個師叔 在忠神龍後面那個老人家就說 兩位本來是同門 現在又是一條道上的人 就看在我楚天雄和石大仁的份上 以前有什麼過節化解就算了 謀宗陀說 楚老先生說得好 張師叔,我們現在是同道中人 所以我接受石副董領和楚老先生的條解 你如果沒有誠意也就算了 石朝基說 請大家以大谷為重 不要鬥氣了 忠神龍說 你叫我一聲師叔 我的氣都燒了 好,那我們就好好談談吧 石朝基說 慢著,魏兄弟 你去池塘裡面看看有沒有人 然後麵黃骨獸的魏兄就說 就算池塘裡面有人 量他也聽不到 楚天雄說 本來今天是黃元通的獸神 江湖上面的朋友來到揚州 都一定去他家拜仇 不過還是小心點好 你還是進去看看吧 石朝基說 遇到猶人你就替我殺殺他 那殺錯了怎麼辦 平時來這間市公池的猶人 多數都不是善慮的 你儘管殺,殺錯了我擔大 魏兄真命 魏兄離開咀嘴之後 楚天雄就跟著說 我跟你們看誰了 你們自己人好好聊聊 某宗宗圖說 周師叔 我知道你是來捉拿陰犯的 今天的情勢 我們合則兩利 分則兩危 忠神龍說 聽說你昨晚遇到強敵是誰 牟中途說 我把那個人的相貌和武功 告訴楚魯先生 根據楚魯先生說 這個人恐怕是江湖上有名的 遊合牟長風 鍾神龍點了頭 我猜是他 還有什麼厲害的對手 牟中途說 我們聽到風聲說 有一條大魚今天會來揚州 說是金燭樓陪牠來的 鍾神龍嚇了一跳 他說 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牟中途說 鍾師叔,你也不用這麼害怕 我和金燭樓還有些交情 到時候我會想辦法調虎離山 就算此計不成 有楚魯先生和石大人幫你 我想還可以對付金燭樓的 鍾神龍嚇了一聲說 這麼說 你是想置身事外 是呀 鍾師叔 我是奉了北宮望統領之名 是不露面的 石朝姬就皮笑肉不笑地說 北宮望統領高佔遠足 這個正是俗話所說的 方長線鯛大魚 嘿嘿,沒錯 某兄,你不露面就好過露面的 鍾神龍說 好吧,那多謝你通風報信 只要你把金燭樓引開 我們捉拿了陰返這份功勞 當然也有你的份 謀宗圖說 師叔,我一不想功名 而不想富貴 你們兩位放心 有什麼功勞都歸你們 我不會分駁你們的 鍾神龍又說 那你想要什麼 鍾師叔 那些心事真是瞞不了你 我真是老糊塗了 不錯,鍾徒 你只是想做扶桑派的掌門 是不是? 謀宗圖說 鍾師叔 我只是想光大本派的門戶 現在被林無雙的死妹釘搶了 我真是很不睡 師叔 我想你也不會服氣吧 鍾神龍說 好,你幫了我手 我當然也要幫你手 但是不知道 北公大人面前 謀宗圖打斷說話說 我會幫你說話 表白你們對他忠心 而且把這件功勞都說成是你們兩位 各位 北公望和薩福鼎勾心鬥國 鍾神龍投靠了薩福鼎之後才知道 現在北公望得到皇帝重訊 那薩福鼎有點失勢 所以他早就想轉頭北公望這邊 說到石朝基 他本來就是薩福鼎安插在御林軍裡的人 他已經知道北公望知道了他的秘密 他心就怎麼會不怕呢 現在謀宗圖說他肯借這個機會 幫他們在北公望面前拉攏一下 那就真是求之不得了 石朝基跟著說 實不相瞞 北公望統領對我恐怕有點誤會 謀兄 那又要請你美言幾句 石某真是感激不盡 謀宗圖說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氣 我亦都要你們幫幫我手才行 石朝基說 哈哈哈哈 那你們兩師叔侄就慢慢商量了 有用得到我石某的地方 我一定效勞的 鍾神龍說 據我所知 扶桑派今天也會有人來皇家賀壽 是誰 是石某兩夫婦 謀宗圖聲說 石某和桑青 他們本來是我的左右手來的 想不到泰山聚會之後 竟然背叛了我 鍾神龍說 誒 中圖 你怎麼生氣呢 你也不用露臉 我借清你門戶為名 等一會呢 就和你將他們請你了就是了 謀宗圖說 哼 臨無雙叫我做求閹堂的堂主 本門的新晉弟子裡邊 有一大半是我親手教的 有不少還是我的心腹來的 但是老一輩的那六個師兄 石某桑青不用說是反對我的了 另外那四位師兄 不知道師叔可不可以 拉一兩個過來我這邊呢 鍾神龍說 哈哈 實不相瞞 其中有兩個 當初是迫於無來才跟你的 和我暗中一直都有來往 現在你和我都站在線上 我當然會叫他們擁護你的 謀宗圖說 好 那就更加有把握了 不過 在我重奪掌門的時候 師叔 你最好還是不要插手 鍾神龍說 哈哈 哈哈哈哈 那當然 你還要在所謂的合意道裡 保住個明星 我們當然就不要公開亂手 知道 你有什麼藉口推倒臨無雙 謀宗圖說 我在三學院遇到孟元昭 他現在正在南下 無傷害去找他 大概他們已經見面了 你知道 孟元昭也是朝廷的陰犯來的 石朝機他醒悟了 他說 哦 好好 這件事你交給我 我叫人去查他們的下落 把臨無傷一起抓住 那你就根本不用傷什麼腦筋 不用搞什麼廢納了 順理成章 那就可以繼任掌門了 謀宗圖說 就算抓不到 只要你的人遇到他們 和他們打一場 那我也可以找到藉口 甚至不用我出面了 鍾神龍說 哈哈 沒錯 沒錯 扶桑派在中原重立門戶 當初的宗旨 本來只是光大本門的武學 而不是要干預朝政的 臨無傷和陰犯有拉連 那豈不是連累扶桑派 很難在中原立足 只要有證據 本門的一些老前輩 一定會反對他的 石朝機又說 你放心 如果有人反對謀兄重造掌門 我就逐個殺殺他們 謀宗圖說 宗師叔、石大人 謝謝你們答應幫我 我在這裡首先謝謝你們 石朝機說 謀兄 你也幫了他們不少忙 對了… 還有一個好消息 還沒告訴中老先生 什麼好消息 謀宗圖說 你是不是約了韓彭昨晚見面 沒錯 不過直到今天早上 都沒見他來 謀宗圖又說 韓彭要向劉礦洩露你的秘密 昨晚已經被我打傷了 我想他已經死了 雖然不是當場死 但是他中了我的樹箭 在斷氣之前 他是不會出聲的 鍾神龍說 你是不是確實知道他已經死了 嗯… 劉礦把棺材運到韓彭外府 在揚州的商會裡 我們那些人曾經開棺驗過屍 不會是假的 哦… 那劉礦呢? 謀宗圖說 他已經在一個時辰之前 運棺材離開了揚州 鍾神龍說 哈哈,好啊 那我們今天 就少了一個強敵了 不過 韓彭死了 沒有人跟我們去皇家做睡客了 錫潮基笑了笑 哈哈… 眾道先生 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密識了一個人了 哦…是誰啊? 到了皇家 你們自然會知道的了 是嗎? 是嗎? 那後抗最好殺了他滅口 鍾神龍說 我知道了 我已經叫了五魂、魏慶、金大鼎、西門虎四個人去追殺他 他們剛剛說到這裡 只見魏慶神色慌張地回來說 祠堂裡面沒有人 但是我仔細看過那些鞋印 有一男一女來到樹林這裡 哦? 哦? 錫潮基說 是哪兩個狗男女這麼大膽 謀宗圖賊眼一瞜 他想了一會兒之後 然後大聲喝話 林無雙 我們是表兄妹 難道你怕見你表哥嗎? 快點跟孟元昭出來 其實謀宗圖沒有什麼把握斷 還是孟元昭和林無雙的 他聽見魏慶說是一男一女 所以他就起了疑心 姑且虛張聲勢試一下 孟元昭一聽他心急了 他擔心無雙會上他們擋 果然只聽見林無雙說 沒錯是我 但是只有我一個人 林無雙說完他飛身一聲下樹 馬上就向著和孟元昭躲在相反方向的地方 猛跑了 他是想用自己一流的輕功 引開這幫強敵 可惜他的江湖經驗太淺了 他剛才那句說話 只有我一個人 那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馬上就被人識穿了 說時遲那時快 通天湖楚天龍 已經好像一隻箭般飆出去追他 謀中途也是魚影隨形 跟著猛追 忠神龍也想去追 石朝基說 你不要上當 一定還有另一個人 話口未完 孟元昭已經現出身形了 他說 我是陰犯 你們不是要逐我嗎 石朝基說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孟元昭 我今天再跟你決勝負 石朝基一對判官不上下翻飛 跟孟元昭鬥了幾招 忠神龍說 我奉命捉拿陰犯 不跟你說什麼江湖規矩 講完他長劍出招 一招三萬套月 向孟元昭的後心大月就刺過去了 孟元昭快刀有如閃電 插插插插 反手連環三刀 將忠神龍這一招三式的寧麗劍法立化解了 他再轉轉 隔開了石朝基的兩支筆 忠神龍看見有機可乘的 他的劍尖立刻向下斜插 一招明陀千里去跟孟元昭的腳眼 孟元昭突然大喝一聲 他整個人扎起 舉刀就向下斬下去 忠神龍想不到他會有這一招 被他居高臨下 這一刀如果被他劈正的頭 一定沒得靜了 忠神龍唯有馬上變招 劍尖向上一挑 一招夜半封煙就隔著孟元昭的寶刀 孟元昭不等招數洗盡 他刀鋒突然一轉 一招橫雲斷風向石朝基就攻過去了 這一招又快又突然 石朝基唯有收兩支筆來自保了 忠神龍說 孟元昭, 你今天死定了 我們慢慢來收清你 石朝基說 沒錯, 量他今天飛不出我們的首長心 看, 本來論雙方的實力 孟元昭勝石朝基低 但是和忠神龍只能打一個平手 幸好他們今天不敢拼命 一時之間, 所以就不容易取勝 不過孟元昭也難以脫身 忠神龍使出已游黑光的劍術 孟元昭幾招猛烈的刀法都被他化解了 打了有幾十招之後 孟元昭覺得有點力不從心 這個魏慶本來是個大賊出身 他這輩子都不知道經過多少陣仗 不過就未曾見過這麼凶狠的打法 真是看到他心驚膽震 他拿著鏈子鎚 不敢動 忠神龍說 魏慶, 這裡不用管了 你快點回去, 和五魂他們去殺樓礦 他押運棺材走得不太快 你們一定會追到他 魏慶一聲遵命, 轉身就走了 石朝姬說 哈哈哈哈, 大魚沒抓到 就先抓住一條陰帆 功勞不用 劉礦也是天地會的一個鄉主 如果魏慶他們抓了他就更加好 忠神龍說 他們四個對一個, 我看劉礦也走不掉 一個陰帆加個天地會的鄉主 我看比那條大魚更值錢 哈哈哈哈 孟元超聽見他們一槍一禍 我可以把自己當作是狼中之物 他生氣得咬緊牙關說 孟某就只有一條命 你們不要只要抓住我 除非我死了 他說完, 一朝夜戰八方 刀光四面蕩開 他心想, 我能夠賤死在史可法的無邊 死亦無憾 但願無傷能夠走掉就好了 各位, 孟元超在一個對兩個高手 顯得慢慢力不從心 那林無傷的情形又如何呢? 明天繼續說